那不只是支付 那不只是支付 所以呢 我提供服務 提供服務然後呢 1700塊 那有沒有收到現金 對還沒收到現金 我提供1700塊 沒收到現金 這樣可以嗎 第四個呢 應付 增加減少 應付 這樣就增加 你不要自作聰明說 負債增加是代表減少 你推入那一步就完蛋 就是這樣子 往前推 負債增加 然後這是誰 支出 支出增加減少 支出增加又減少 可是我這樣講 你很容易搞混 你應該把費用的產生 這減是費用產生的 用減少 那到後來習慣就OK了 不然你說 負債增加支出增加 那負債增加用正的支出增加 為什麼用負的 因為它的增加會導致誰的減少 負債增加 包裝就說業主權益 它四個交起來是業主權益 多到半 這四個最後的結果多到半 所以它越大 業主權益就越大 它是屬於它這個集合裡面 所以它的增加會導致業主權益 這樣不好的意見 因為它的產生會導致業主權益 所以它會用什麼 用減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減750的費用 就把費用產生多少 那正的意義就會用增加750以上 可是費用增加 用減的 再講幾次保證會搞混 跟多講幾次 我腦筋都會變成怪怪的 費用產生要用減的 所以我們就產生750幾塊的費用 它就是好像是維修車子 有時候會用750塊的 所以我會用產生750塊的 可是也沒有限優惡 沒有限優惡 那再來這個呢 為什麼都不在回答 你可以指定跟回答 我這樣講 有講跟沒講一樣 它還是不敢指定的 信不信 不敢指定就繼續 好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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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手都打結了 對不對 手都打結了 對啊 不過我想 你們應該做得到哪裏 對啊 就以前 別人欠我的錢 現在在 玩現金的 好 好 好 那再來是現金減少 還有呢 AP減少 應該要怎麼講 現金少了 付債也少了 用什麼管理 對 用現金管理 對 用現金管理 對 在考試的時候 heaven 然後我看 英文怎麼寫 對 我應該考你們英文差 對 這對你們太簡單 我們要說這個的英文要怎麼寫 PLY是付現金 然後我看付到哪裡去 付到一個科目 所以我付現金絕對不可能付給AR AR是別人要付的現金 所以我付的現金只能付到哪裡去 AP 所以它的上面英文的話 你看 heaven on a card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我告訴你 用現金完全負債的意思 幫你查這個也查不到 好 再來 有300有200對不對 他再分成兩件 那這邊兩個 是因為300塊 中華人他簽字 1000塊是1300 所以支票給中華人是300塊 好 所以他這一個300 另外只拿200 所以千200 可是這個地方費用 他會變成 這300塊裡面 其實有兩個 他要記錄清 一個是薪水 一個是維修 一個是廣告 廣告 的原料 另外是另外一個薪水 所以他會這麼複雜 是為了控管方便 這樣我才可以了解 廣告會用到多少 台灣玩品牌很難玩 是為什麼難玩 我們有小的平台賺錢 比較多也會有 很難 對不對 就是brand name 那很重要 而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 在玩 Acer 的數字 加 還有呢 沒有幾家嗎 都或者你擺不出來 我想是世界級的平台 為什麼 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很多公司的就是 對 你們公司是誰 聯合股客阿 蛤 聯合股客器材 聯合股客器材 聯合股客器材是美國 台灣的 台灣 誰曉得 哈哈哈哈 我就不曉得 為了 那就 比如照相機 你告訴我有哪些 嗯 照相機 對啊 今天那就是四個品牌 大家都知道你 UCON 對 對對對 索尼的品牌 現在呢 咸宋的好朋友 咸宋這個品牌也上來 Nike 那叫市儀品牌 你知道在Low Sport 30秒鐘廣告 500萬美金 30秒鐘要上到多少錢 一億五千萬台幣 所以 打下來 前年後給你兩個小時 他們中間鼓勵很多表演節目 因為他是讓球員休息 就實際上是要插播廣告 那廣告太賺錢了 30秒鐘30秒鐘 所以我們假設 半小時按插個30秒鐘 你要插六四耶 三千萬美金 三千萬美金9億台幣 你要不要跟他玩 一個晚上9億台幣就 燒掉了 就荒煙火一樣 你要不要玩 到時候我才不要 我今天買個工廠 我有土地 我有設備 看任道摩托道有多安全 那一天上司機也不要 好 草主委 你 賺那麼多錢 請教一下 你會不會自己做什麼 你給你兒子做得比較多 還給你自己做得比較多 所以 來上課就增加他的東西啊 還是為兒子啊 最後就是給他兒子 給他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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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為我們都用不到啊 因為我們那天在聊天 大家不然想說 欸 我們到70歲 我們還能幹什麼 啊對 到70歲 糟糕 跑車還沒開得動呢 不然 該買個跑車吧 該買個重機吧 不然說 對啊 可是我說 對齁我們剩15 就到70歲 當場被打槍 你啊你剩15年 你根本是剩10年 那不是我今天晚上都去幹 該去買個重機 該去買個跑車 對不對 7個10年 7時候 叫我起重機 那警察看到我 都會幫我扶 啊 拜託 你不要開玩笑 開個跑車 也很好笑對不對 從車上下來 看到 他就擺這樣子 呵呵 那所以人生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你會自己做什麼 就很好笑 嗯 那我意思說 打品牌的 打品牌的 比較乾嘛 比較乾 有沒有一般來的 9億台幣燒掉 你業績能提升多少 我才效果 那管理比較刺激 那等你買設備 賣土地 蓋個房子 有錢的 那生意不好 我至少可以怎麼樣 轉賣 拿一些回來 所以 我現在找的意思是 費用的概念 費用就是 多好早 像廣告會 一下出去就沒有了 拿不回來 好 那這個看起來很複雜 現金多一萬 現金賣款多四千 還有呢 設備 少一萬四 對不對 各位是什麼意思 對 設備很減少的 就比設備買掉的 對不對 金額是多少 一萬四 因為它少一萬四 因為它少一萬四 那其中 我們得到什麼東西 一萬塊的現金 四千塊 我們說這樣吧 或是四千塊 那以後才會付 好 那兩百五 那寫到這一半 所以RAMY是正的吧 所以簡的是誰 體質 所以體質包辦 他們來負責 有趣的 做一個個人的使用 那是做公式喔 如果公式 請客戶 那叫Extend 那是個人去吃飯 那東西叫體質 所以現金減少 好 所以最後的結果 就照相見 我們得到 現金是1545 510 那這樣就可以變成一個報表了 好 收入減支是收入一千七 支出這麼多 所以盡力是半 對不對 第一個是儲利表 另外的至場負責表 現金1545年 我跟你說這樣 五一零零 好 設備兩萬塊 好 那加中起來是 跟這邊要從平等 負責剩新350 那立主權是397 所以這樣如果平等 我們就把它變成那種表的形態 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邊 代表它有個形狀 所以這速度這支出 所以有相比支出 總共加總起來是一二五支出 所以算是四大之外 那資產物代表 現金運輸算蠻涉略的 那這邊有這麼多的 4055年的總資產 這個現金要劃上面的 那負債有350 業主權益有402.0 所以正常有機會相說 兩塊兩條線在下面 至少不代表 好 所以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好 那我們講這個東西幹什麼 來 我們先預計一下 我們剛剛是按照 有些會計概念在裡面 給什麼會計概念 第一個給 會計很準時的概念 至少你們不知道要加利率群的概念 這是一個會計上的概念 可是呢 我們如果知道計數的話 因為我們第一個 我們說這是一個很單純的公司 那一個月才這幾筆交易紀錄 對不對 那客戶也蠻少的 那如果你可以想像 一家不要大錢的公司 不要忙碌公司 一個月假設給你200米 500米 1000米的交易紀錄 那你這樣加加減減 那客戶那他可能資產就有20個 戶債可能就有5個 業主權益是差不多 但是那4個 好 那你怎麼處理他 你用這樣加加減減 你就會非常忙碌 那時候我們會想個 比較科學化的方法 來把這個東西 更解剖化一些 所以這邊是純粹紀錄方式的結合化 好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概念叫日記帳 日記帳 日記帳就是按照 使用線後的順域 以及記錄 那 比如說 比如說我用 業主投資現金 所以我就把它計成一個帳 那再來就 再把它過帳 過到哪裡 或過到分裂帳裡面去 那最後會把它變成報表 那變成報表之前 他會先檢查 對或不對 所以他的程序就有業務力連起 那講這個 我們到底要看真正的意思 我們剛剛的紀錄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好 那提醒各位 各位你們想想 這種加加減減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來回答他 這樣是可以的 可是 這在於 科目很少的情況下 科目很單純 而且 教育 教育的 次數也沒有很多 那便常可以 好 那如果教育次數多 各位表不得 所以我們就變成這樣 好 看得懂嗎 這個 我們本來是四萬 這個 現金 少少 以及設備多少萬值 好 我們現在用什麼道理呢 我們就用等號 要注意聽 等號 然後因為這邊有剪的 你就一位 就把它擺到左邊 就把它擺到右邊 這剪的 它是方向右邊 把它擺到左邊 好 我修一下 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好 我現在的資產 比負負責加定局 它也有等號的概念 資產在等號左邊 所以 我現在把 資產所有項目的數字 強迫它 把它分開了 分開了 分開放在左邊 這個也放在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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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再等號右邊 這個強迫 就寫AP 它就放右邊 這個 emason也放右邊 好 集資也放右邊 所有也放右邊 配偶也放右邊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左右中間 你可以說 這邊好像有等號的意思 意思是說 5-302 大處 5-302 負責一負責 都變成了 正的意思 沒有辦法 這3萬4 你就要把它擺到左邊拿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所以只要資產項目 記到左邊 表示自己要減少 下的就這樣 左邊 檢得對 往哪邊來 右邊 所以資產項目 記到右邊 表示自己要減少 所以就減少第一次 所以 所有資產 所以這600 要記到哪邊 所以要記到右邊 可是 是幾月幾號 印收帳環 是貸電器 而幾月幾號 印收帳環 減少600 因為人家把的現金600 所以現金增加計 他的現金的左邊 現金的減少計 現金的右邊 印收帳環增加計 簡單講 就是左邊 記印收帳環的左邊 然後 建造機 印收帳環右邊 特別增加計 左邊 建造機 右邊 然後印幣增加 他就跑過來 等候在右邊 這負債增加 計 右邊 環境負債 用500塊的現金 黃金債 現金計 左邊 右邊 現金交易 右邊 現金減少 負債減少 對 這負債減少 我們去哪邊 左邊 而且他等候的不同邊 這個OK嗎 可以嗎 好 所以提值 投資一定會有邊 提值 比如提值500塊 對 要換邊囉 提值一定是基礎邊 因為它是建的 為什麼提前 因為它變付錢 所以現在差不多要提前 所以我會認為 差不多要提前邊 對 會用能增加 因為會用的產生基左邊 會用的產生就是會用的增加 對 因為會用增加用減的 要基左邊 這樣可以嗎 再來是叫 比如臨時 我們任何一個帳 不管是哪個科目 我們叫 用一個T字型把它分開 分開兩邊 那我們叫分裂帳 什麼要分開呢 一類一類的帳法 分開 現金是一類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譬如是 專門契入 變成現金也是一類 設備也是專門契 或有多少生產的設備 一類不同的一類一類分開 所以 食物上或想像上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什麼 這是一個帳的分配 或是一頁的帳 這些帳專門契現金 所以我一塊從這邊就想 我的現金真的要減少 這業務就證明 真的要基金收帳 我就想了 客人你欠我多少錢 他幫我多少錢 這是專門契設備 這是專門契長的欠你多少錢 好 好 那這個叫分裂帳 所以任何東西 只要叫分裂帳的左邊 分裂帳 分裂帳的英文叫 用日月 這叫遍統集 這都同意思 這意思相同 這是一例一例分開的 那分裂帳的左邊 這邊叫debit 中文叫借方 簽選叫DR DR是starten 是debit 然後分類上的右邊 叫CR 叫preit 叫代方 你不要問我借 不是借表示跟別人借東西 那代好像也是跟別人借東西 它不是中文的意思 借方 法律上借方就分別當著左邊叫借方 法律上右邊叫代方 借代借代 所以借代是位置代表 不是請證交接手的代表 至於資料減少 你要看你是哪類的帳進來 這樣知道嗎 好 現金記左邊表示增加減少 我們所有的現金 剛剛講現金無聊天會記哪邊 左邊 什麼情況會記到右邊去 撿的時候 所以撿的是表示現金 填少 所以現金記左邊表示增加 右邊填少 所以現金記電幣表示增加 記credit表示什麼 填少 因為debit表示什麼 左邊會記表示什麼 右邊 所以口是口 debit是什麼意思 沒意思 就是 要增加 因為debit可能是減少 因為負債基debit就表示什麼 因為負債 負債基debit表示減少的 所以它不是增加減少 它位置 左邊又邊 至於增加減少 你要擺什麼東西 科目放進來 左邊AP AR 放進來 那他記左邊 有AR記左邊 你要消耗AR資料 AP記左邊 叫什麼 點少 到這地方有沒有迷失 這個地方不能迷失 迷失你後面就無解了 可以嗎 我現在講得很清楚 你們現在聽也很清楚 回去下先講 順便有 因為經過一星期 假如我們早就忘了 我現在最怕 潮溯的沒話 可是 上班都專心 偏幫病人看病 變BABY 回禮 那就完蛋 阿剛股道今天長得很高興 信心叫BABY 我不要別人叫信心 PREADY 好 OK嗎 所以DABY PREADY 是一個位子 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還不曉得增加減少 什麼情形進來才有意義 要把科目的名稱把進來 好 那請教一下 新DABY的增加 新DABY代表增加不用了 請科目 所有的資產 各位 現金 設備 現金 設備 還有呢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最後左邊 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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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左邊都管是怎樣 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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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用匯用 匯用匯用 我們就知道中文 那就爽,有點爽 你說啊,我剛好不懂中文 我只想被你虧了 好,物色還在右邊 減400,它會移到左邊來 所以AP記左邊,表示增加減少 對,其實它就是減的意思 它才記到左邊來 好,這樣可以嗎? 我還有一個健康就是說 不然到時候我自己搞亂 好,那你們很棒啊 我們進步超快 畢章姐說要不要編不出來 為什麼編不出來 因為你們整體都過不了 那我再講下去 1.1也有,對不對? 好,最後的意思 就只有八位同學 我看你們每個都充滿信心的笑容 應該都很清楚 你們到底很清楚 你們千萬不要考試 考上不要 這讓我五次上摔下去 下禮拜已經不清楚了 好,下禮拜我們再重新付一次 好 所以,這個就是把剛剛現金這一列 它把它轉成 在T2行銷分裂到現金自己列 所以A是增加4萬塊的現金 B是減少多少 3萬4的現金 E是增加600的現金 F是減少400的現金,對不對? 好,可是A要跟著A看 A在哪裡? 一個A在現金,另外A在哪裡? 一支嘛 投資 我們第一項是這兩個 A的交易事項 所以你們這樣看 業主投資希望會盡你們知道 可是如果給你們這樣看 請多謝 請多謝 現金去左邊 這樣 TABLE後面的刮 它有四個投資、體育、收入、支出貿易 那這個我下次要幫你解釋 因為我一開始練習以為是不斷的 不斷你搞懂 這邊假設是投資的話 它體育面表示什麼 真的要介紹 業主投資它會體育選擇 因為它等到又會 所以這兩個組合起來 表示業主投資4萬塊的現金 對不對 那用現金3萬4 設備怎麼寄? 現金 左邊右邊 現金要寫-3萬4 所以現在會怎麼寫? 右邊 3萬4 就現金減少3萬4 那設備呢 增加3萬4 寫左邊右邊 左邊我們條件都是寫左邊的 就是前面有負的時候再寫右邊 所以這兩張組 這個角色是1 一件事就業主投資4萬塊的現金 2是業公司 用3萬4的現金去買的設備 知道 跟剛剛的E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B 就是現金少3萬4 可是設備呢 只要3萬4 好那C呢 ABC的C幹哪 17 OK AR 1700對不對 好 這個 怪怪 那邊怪怪 他把收入跟支出寫在一起 對不對 好 吸在一起沒關係 所以這邊應該是屬於誰 誰用 收入還是支出 應該是收入才對 這邊屬於誰 支出 所以是獎益錯誤 改一下 有時候要設點限制 這邊獎益錯了 好 好 好 那你半夜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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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見面拿放 白死 其實 那個 小朋友很可愛 他還留個這個給我 我現在才看到 他說 老師你好 我是值班公主 聆聽 如有任何需要寫資助 請您隨時告知 如果不須更客 我將在研究所 把公司移動 那是手機也給我 所以聰明聰明 這叫溝通 因為他在更天 他都會了 他會覺得 你們很呆很幼稚 他就不好意思 所以他去跑開了 可是 他不更客 他還不曉得會不會生氣 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是不是很客氣 很好的活動 我覺得這小朋友 將來有可能會自分 從小地方看大地方 對不對 我有另外的助教 是我經理 就是什麼 我的課 道歉 道歉 他是我助教 道歉 他沒有跟我聯絡過一次 你猜為什麼 因為他這樣有事 我會照他 因為他這樣有事 我會照他 道歉 啊這個東西 這差一大截 這差很大力氣 那如果你是主管 你享用什麼 很主動 就會溝通 他表達也很得體 對不對 所以倒退回來 所以倒退回來 是 這樣對 沒錯 200 100 對 好 所以CNBC的C應收賬款 請教 減少 增加 收入呢 增加 收入呢 增加 減少 收入應該在哪一邊 收入 收入是誰 A主情義裡面的東西 他不是在等到右邊嗎 車的收入 他不相信踢右邊 所以他表示什麼 增加 車的收入增加 付出帳盤增加 可以嗎 提供服務 我收到應收帳盤 好 好 ABC的E呢 E E E這個 750 這行是維修會用750 所以會用增加減少 增加 會用增加 會用產生的 那用什麼東西付 750 用什麼付 用AP付 好 AP增加減少 ABC應該進哪邊 AP的產生應該進哪邊 AP在等候右邊還是左邊 等候右邊 AP在等候右邊 所以他增加了會提右邊 減少才能進哪邊 提左邊 所以 要慢慢想一下 他不難 可是他一開始 今天會 明天後天就慢慢 待會下進來 要再重新來 所以回去你們自己稍微想一下 可以嗎 好 好 然後 然後 先這樣計 還是不夠科學化 什麼樣 不夠科學化 因為如果說 這是單股第一張指 這是一頁的賬 這是一頁的賬 那我看 我要計的賬 我就逼 在這頁 計4萬塊 在左邊 再跑到另外一頁 找到investment 又在右邊 就計4萬塊 那很像 要到很遠 翻來估計 也可能弄錯 所以我們就 再更簡化一點 把它變成這樣 按照時間發生的線路數據 那寫在左上角的叫左邊 右下角叫右邊 所以線音寫在左上角 就代表線音寄左邊 那寫在右下角 capital寄在右手邊 比如說這個設備寄在左手邊 線音寄在哪邊 他在位置 位置的表示 線音寄在右手邊 線音寄在右手邊 電線寄在左邊 輸入去哪邊 右邊 這樣知道嗎 所以他也是 左上角代表左邊 右下角代表右邊 所以請教一下 線音會不會寄到右下角 對不對 唉 不會 線音真的要寄左邊 線音減照 就寄右邊 所以右邊要寄在右下角 你不要 我自己說 你不要反而顛倒寫 這叫難纏 這樣 你線音 記帳 印出記帳 那表示什麼意思 你說線音在左邊 反而是印出記憶不少 減少 不可以喔 這個不能這樣寫 你一定要寫成 這是錯的 如果你線音在左上角 一定要先寫 知道嗎 右下角的左邊 先寫左邊或寫右邊 左邊要把它寫在左上角 你不要平寫喔 你這樣人家也看不懂 但是左邊右邊 這樣是什麼意思 那這樣的意思很容易變成這樣 這個收入即右邊嘛 可能是增加減少 收入即右邊的項目 等號右邊的項目 等號右邊的項目 這個這樣嗎 現金 增加 運輸 增加 這個是幾張 比剛剛那個方便多 所以我們剛剛把這個分別這樣 是按照左邊右邊倒 所以它去左邊表現這樣 它去左邊表現這樣 它去右邊表現這樣 它去右邊表現這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呢 來 來 誰下方 這樣比較少 辦法 現金去哪邊 左邊 增加 用說 即右邊表示 減少 用說 從運輸到往減少 請增加 表示什麼意思 對 客戶犯限制 客戶犯限制 這樣OK嗎 所以它現在都是代表 增加減少的意義 那你們很厲害 把我們大學部要教 差不多要教第三個星期 才會教導自己 不錯 所以這樣子 現金增加減少 你們曉得了嗎 好 以這個呢 現金 增加減少 增加 聽說 減少 所以 什麼意思 用白話我們講 收到客戶的欠寶 對 收欠寶 這個呢 AP 增加減少 增加 嗯 代表我們還是人 很好 AP本來是在哪邊 本號的右邊 所以它右邊才是增加 左邊表示什麼 減少 所以AP要記到左邊表示什麼 減少 對 對 AP本來在等號的右邊啊 對 所以它增加會去右邊啊 對 那現在是記到哪邊 左邊來表示減少 所以現金記到右邊表示什麼 也是減少 也是減少 用現金 反正什麼 反正負塞 所以現金減少 負塞 減少 對不對 好 這樣看得懂 他們的意義嗎 不是啊 你們累了 好啦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因為再下去 已經沒意義了 因為你們就像你們這一樣的 拍照少帥的 或是模糊的 我大概放不下去 不過你們不錯 很專心 那我們下次要不要考試 對啊 我們現在這個考試我就給你這個東西啊 這裡給你出報表就好了 不是一樣嗎 你就先抖數目支出嘛 對 數目在哪裡 數目一定會抖在哪裡 右手邊嘛 跟一個數目嘛 1000幾嘛 支出已經在左手邊嘛 支出這樣來 就變成爆表了 不是嗎 所以他只這樣嘛 他其實是異業 價格價點點子 完全一模一樣 表示方式 只是很科學化 所以你 就可以說 你按照時間 現後發生數據 記錄下去 記錄下去 那我們最後再把它變成爆表 可是 相對很多 從這個變成爆表 中間很容易弄錯 弄錯的帳弄錯其實很大麻煩 第一個 你帳機錯 能不能說用第一個擺盤圖是重新寫 那會有作假這樣的寫意 你不能一定時候很清晰把它畫掉 可是要跟大家很清楚看到錯 可是另外你帳 再把它調一下回充回來 這個是回充回來帳 這樣才表示清白 所以帳不能亂圖改的 第二個 你公告的報表是要很有求回性的 你沒有求回性 如果你上市會公司 政府很會 當然都認為不可思議 是故意的 好像會很嚴重 比如說我如果說投資一家公司 那今天公告的報表 我看到我就回去跟我帶來說 我可以退休的 為什麼 因為我投資公司 公告結果 這樣子我在他們公司的值 大概會有兩千萬三千萬 我們今年賺兩千萬三千萬 我的部分就賺兩千萬三千萬 高不高興 很高興 比如第二天他高興 對不起 昨天報表公告出 是賠兩千萬三千萬 他讓人家早告訴我 那我晚上趕快到跑啊 你還讓我去買車子買什麼 這下就完蛋了 那會殺人 所以在我們還有他們的全文性 所以從這邊到報表過程裡面 我們下次再講 他其實很講 在把reverse 回憶分裂上 分裂上你們看到變成什麼 變成報表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東西 是不是已經跟報表很接近了 這個東西跟報表有代表 所以他會從這邊轉成 然後左邊增加 右邊減少 線音到最後加在你 就是一個數字 對不對 變收障碼 只是你的數字 所以右左邊的縮度解枝 也是一樣 所以師傅把他挖出來 然後人家屬於表 至少會代表 就不出來 所以動也是一樣 好 你們表現很好 所以我們 下一個人 這樣再講 就不好意思 我們都長空不讀短空對不對 不過你們真的很專心 中間變成很長 好厲害 不過等到你們臉色開始模糊 有的時候 我們來休息 結果你們 臉色一個聰明相 要不然見 他就一直回答 他就應該假裝 我不會很 沒有啊 就很簡單 那是 要分過去十年前的醫生 因為那時候 在看那個